我們坐Chateau Bus來到安土城 今天有Festival 本來要逛20分鐘 我們不需要 坐免費Chateau Bus 只是今天做得很好笑 這裡有三個館 上設第一館 上設第二館 還有這個特別館 這個就不給拍照 我們現在在安土考古博物館 這裡就介紹琵琶湖的古蹟 當然是積田信長的安土城為止介紹 這裡介紹聖民時代耕種的方法 那時候已經有杜 那時候的杜和現在的杜是有點不同 未必那麼好吃 但是就在湖口裡 他說陶瓷工藝 怎樣由長江黃河流域 這樣傳到這個 九州 然後慢慢去到這個 半州 發掘到那些中頂文化 有點像商朝的禮樂 Binny說這個木製龍具 像他不沙律的東西 尤其是發掘出來的 古獸 綠子琴魔的琴 古獸 綠子琴魔的琴 醒民時代 古獸 很開心 剛剛看完香港的博物館 然後又看看這些 這些是古墳時代的 銅劍 這些是石用的 我們在神戶的木工家具 博物館那裡見過 古人的服飾 我們現在穿的是什麼 Mini 看看人家穿什麼 嘩 可以自己穿的 你想想扮古人 離生時代的人 離生時代 有很多琵琶湖之賀院 發掘到的這些圖器 當時的領袖 四世紀的王 就是這樣 五世紀就是這樣 咦 已經沒事感覺到很重要 六世紀就是這樣 這些是制製用的工具來的 當時的鐵甲馬 當時已經有這麼厲害 當時的馬鞍 武士 還有這個小龍女 是否在這裏 古墓派 日本的小龍女 有些短甲 還有一些劍 當然現在已經生了手 這些就是制製的那些 雙魚 還可以這麼甘 刷好嗎 還有一些劍 當然現在已經生了手 這些就是制製的那些 古墓派 好 做楊過 找一下姑姑 這裡 很有看頭 要看頭 有兩個人 這兩個就是那個 兩個都是藍的 藍似女似 你怎樣 你怎樣怎樣 你怎樣 玩matrix 想躺下 我還要和你百年龜老 百年好合 你怎麼這麼快 這就是廟村的神社 西本殿的復原圖 這是積田信長的度假屋 的復原圖 本身是很大很美 一層層在山頂上 以前的天守 叫做天主 以前的戰國時代 城就是這樣的 我們看隱之角的城 也是這樣的 比較簡陋 然後這裡有木 這樣走上去 居高臨下 就可以射箭 各方面射進來 裡面有些村 一條路 有些少少的蘭山擋住 通常建在山上 居高臨下 移於藏守 信長來了之後 很多地方就變成石城 其實都不關他的事 最主要是引入了西洋的兵器 以前的道道都好像近光百帆 還要古舊一點 這個是天主的模型 沒有了 1比150 燒光了 積田信長 打贏這個 毛利家的鐵甲船 因為他說 我在海上打不贏毛利家 我就把海變成陸地 這個是風神秀吉 或者當時叫雨柴秀吉 Under積田信長的時候 它是安土住的地方 很漂亮 但是同一時間 當時它的家人 就變成了 人質 好的就是下屬 很疼 那個龍基 和玲玲 都是很友善的 不好的話 真是背叛 就對想你了 Mini很喜歡這些 他覺得很瑞士彈卷 又見到一隻虎虎虎 當時四出征土的積田信長 基本上將近畿一帶 都打到贏了 他也剛剛打贏了 武田姓賴 而北邊 就差點上岔景城 都要走到 有自殺 切腹的覺悟 你剛才看 毛利輝元 他也打到 在討價還價之下 只剩下兩個角 要割養 他五個的一角 就在這個時候 就被人堆倒了 被這個明智光手 堆倒了 本來荒廢到這樣的地步 上去天主角的大首都 和尚 很居居 敲敬念佛 接著 原來發覺這裏是安土城的位置 就在這裏發掘 去研究 和復造 這樣 就整個艇 下去 現在就變成這樣 嘗試做回當年少少的風貌 以前就是這樣 1比400的現根城 山城 亦都快變成世界文化遺產 我們很近 但不會有時間去 這裏是真是考古的地方 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給你玩考古 這些土器應該給你摸 嘩 醒民時代 三角或者再前期的那些 它有一個工具 那這裏就做了一個弧道 嗯 要測量的 跟著呢 你就可以頂起那些東西 你試一下 Mini 便利那個道具 所以那個 它那個 應該 應該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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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它上面有一個畫的 那個形狀 然後再畫出來 然後再畫出來 這裏看得清楚了 它就是用那個弧道 然後再畫出來 有這個淺井場證 和阿屎可以扮 阿屎就是積田信長的妹 就和這個淺井家 來結婚 最後呢 淺井家 就和潮倉氏一起 來敵對這個 積田信長 圍堵這個積田 結果呢 就打輸仗 於是呢 淺井就自殺 阿屎呢 就帶著他那三個女兒 就離開 就和這個 柴田信家結婚 最後柴田信家 都是被風神獸家殺了 他又自殺 於是這三姊妹 是很威風的 那 CHA CHA 就和這個 風神獸家結婚 就成為了 計程上場之後 第二個天下人 然後呢 阿江呢 就和這個 德川家康 即是江戶時代 江戶莫虎那個 的兒子 德川壽終結婚 所以呢 這三個都好像 宋家三姊妹那樣 很威風的 是